那現在目前的話 我們的體育場 到底是繼續的施作 那還是說是 確認就是要朝向這個 解約的部分 就市政府施資4億多元 整建市立田徑廠 原定今年12月完工 但因為營造商和建造糾紛不斷 導致工程延宕 市政府原定終止契約 重新招標 但最後關鍵卻又大轉彎 市議員韓世玉質詢時強調 很多市民都很關心 政府應該向民眾說清楚 關於說你如果續作的話 那後續的大概的工期怎麼算 那還有增加的這個相關的這個 預算啊相關的這個經費的話 那該怎麼樣來去做一個調整 那這個部分的話可以 請教我們的市長 那有關於這個部分的話 我們現在目前有沒有一個 進一步的一個規劃 因為蠻多的我們的居民 包含說停車的 或者是我們運動的 還有訓練選手的 我們各個學校或老師 大家都非常的關心 我們基隆體育場 現在目前的進度 到底是如何 在市政府的立場 其實我們早就已經完成 要跟廠商解約的這個程序 那因為工程會的 還有交通部的長官來視察 那這個廠商陳情 所以那個工程會的副主委 在會議上有指示 就是希望有在一些 一些條件之下 希望讓這個在進一步的一個 這個協商 那目前廠商 據這個體育場回報 他們是有這個進場 進行施作 不過我也指示教育處 只要他們施作的一個精準度 無法達到這個 我們教育處的一個 預期的話 那在站在確保市政府的 權益的前提之下 我想我們還是會斷然 採取解約這樣的一個程序 並且把廠商移送工程會 雖然工程會出面調解 提出再給一次機會 但市議員韓世玉擔心 中央補助款是否會被收回 這邊我們還是依照契約 就是有關這個 因為疫情或者是雨天 前雨天影響的部分的話 我們會合給公期 那如果廠商能夠順利進行的話 先前以這個合給公期的部分的話 我們預計原則上是在113年6月 應該要完成 以上 然後還有就是有關於說 我們現在目前的話 就是整個 因為有來自於說 我們中央的這個預算 那這個預算的話 會不會因為說過了一個季度 也就是過一年以後 那這個預算的話 會被收回去 那這個問題的話 是不是有跟我們中央這邊 來去做討論 先前這個工程會 副主委帶著那個體育署 以及那個交通部的長官 來體育場這邊做視察協調的時候 他也有協調這個體育署 以及這個交通部的部分 那希望說給予我們最大的協助 所以現在目前的話 是還是未知數嗎 還是說已經有確定的一個 一個流程 也就是說有確定的一個方案 因為這個預算的話 不是說他給我們最大的支持就 對啊 你只要過了一年以後 那他給我們最大的支持 也可以口頭支持 到底有沒有相關的公文呢 或者是有相關的一些資料呢 可以給我們依詢呢 是 這個我們基本上 我們都會依照 我們預算保留 申請的程序 我們都已經有在進行 那這個相關的公文的話 有送出去了嗎 我們這個 不管是體育署 或者是交通部 在定期列管的時候 我們都有 規定 就向這個體育署 跟這個交通部這邊 來去做一個報告 記者黃少民 金融報導 讓我們推測唐 我們這個